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全美通貨膨脹嚴峻 明年社會福利金每月獲增175美元 南加週末高壓高溫天氣 有潛在雷暴威脅 北加州8歲女童變身一日警察 偵查破案收穫勇氣 不主動通知罪犯假釋 賈斯康表示擔憂刺激受害者家屬 首先我們來關注 根據倡導組織老年人聯盟的估計 在全美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推動下 社會福利金明年將可能增長10.5% 每個月額外增加約175美元 根據報導由於全美通貨膨脹不斷加劇 倡導組織老年人聯盟週三公布數據指出 2023年民眾能拿到的社會福利金 預計金額會增長10.5% 此次的10.5%漲幅 將使每月的平均退休福利 從目前的1668美元增加175.1美元 至1843美元 根據美國勞工部週三公布的最新消費者價格指數報告 6月份全美的通貨膨脹率同比飆升9.1% 再創41年新高 至於退休人員 殘疾美國人和其他受助人的實際福利 目前尚未確定 因為社保局通常會用第三季度的平均通脹率 比較上一年同期的數據 以此得出年度福利調整 若未來三個月內的通貨膨脹率仍持續上升 2023年的社會福利可能更高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隨著高壓系統穿過南加州 本週末南加各地 尤其是沙漠地區 要注意高溫警報 而在聖蓋伯山脈和羚羊谷東部 還要注意可能的雷暴和大雨 週四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 在西南地區沙漠上控的高壓 將為南加州帶來非常溫暖的週末 可能伴隨著濕氣和雷暴 此次高壓將是海洋地區冷湿空氣被推回海岸 從而使上午升溫 高地沙漠地區預計會有三位數高溫 預計科切拉谷和棕櫚泉地區 週末會有極端高溫警報 氣象局提醒 除了高溫 週五 下午和傍晚 盛蓋伯山脈和羚羊谷東部還可能出現雷暴 民眾需注意短暫大雨 震風外流和閃電 預計在週六 山谷 山脈和沙漠的氣溫會在 華氏90度至107度之間 而洛杉磯和城縣都會區的氣溫將達到華氏89度 並在週三降溫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週四 聖塔克拉拉縣警察學院來了一個最年輕的世襲生 年僅8歲的小奧布里 在警察們的協助下 偵破了一個特殊案件 一起來看 8歲的奧布里於週四 成功偵破一起拖鞋盜竊案 並獲得了迪士尼樂園的週邊禮物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以為這是一個訓練練習 而我們在哭 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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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起由盛克拉拉縣警察們計劃的虛構案件 目的是希望讓病痛纏身的奧布里重拾勇氣和信心 奧布里的母親表示 女兒定於本月15日接受第18次手術 而這場手術充滿不確定性 小奧布里表示 他最喜歡與家人共度時光 也最喜歡迪士尼的迪安娜公主 看著奧布里完成冒險 讓現場警官想起憧憬的初衷 時次冒險計劃 由盛克拉拉縣警長學院搬支付費用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周二 洛杉矶地区检察官贾斯康的办公室宣布 负责在罪犯获得假释后 通知受害者及家属的假释小组 将于今年底被解散 洛杉矶地区检察官贾斯康在周二的会议上表示 打算在今年底解散名为Lifer Unit的律师小组 检察官办公室将不再主动向犯罪受害者 与家属通报犯人假释听证会的事宜 贾斯康办公室回应大纪元记者 假释小组的律师一直在利用政府资源 去联系没有要求获得假释听证会通知的 受害者与家属 他们还称受害者可能会因此情绪激动 另外因为人手不足 假释小组已缩小至两名律师 但受害者仍可以从受害者服务代表机构获得帮助 副地方检察官沃克表示反对 他指出 受害者服务代表不是律师 并不了解假释听证会的司法程序 陆县副检察官哈塔米也在推特上批评这项做法 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罢免贾斯康联署签名 经过洛杉矶县选务处初步随机抽样后 洛杉官方在于周四稍晚宣布将全数检验 罢免主办方收集的71.5万个签名 带您了解 周四 洛杉矶县选务处宣布 他们已经完成了对洛杉地区检察官 贾斯康罢免联署书的初步抽样检查 此次抽查的35,793个签名占签名总数的5% 其中有27,983个签名有效 符合选务处的合格签名数标准 洛杉选务处表示 若初步抽查的有效签名超过31,179个 就足以证明有效签名足够 若少于25,510个 则代表有效签名数不足 目前看来有效签名数介于这两个确值之间 因此 洛杉选务处将全面查验 所有的715,833个签名 并将在8月17日前检查完毕 对此 罢免主办方表示 全面审核签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所有受害者及志愿者辛苦收集的每一个签名 都应该被计算在内 若验证的有效签名超过566,857个 选民将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 投票决定是否罢免贾斯康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近日 由于铁路运输服务中断 洛杉矶港口的货物堆积 负责人表示 铁路公司和进口商必须加快提货速度 避免供应链阻塞 周三 洛杉矶港口执行董事赛罗卡 在媒体电话会议上呼吁 必须立即清理货物 避免全美污流拥堵 赛罗卡表示 南加州港口码头堆积了超过29,000个集装箱 而正常情况下是9,000个 货物平均停留时间也比以往多了5天多 它敦促进口商加快提货速度 铁路公司需派遣工人和火车协助运输 据报道 铁路服务的中断拖延了物流速度 在疫情前 联合太平洋 柏林顿北方盛达非铁路公司等主要运输公司 裁员并封存设备 导致了人力与设备短缺 近日 卡车司机也在加州多个港口示威 抗议司机必须通过考试 才能成为独立承包商的AB5新法案 对此 塞洛卡表示 目前还未影响码头 在让卡车司机表达意见的同时 会努力维持货柜 净出无阻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受通货膨胀影响 利息升高 房价随之降温 男家资深会计师叶俊林提醒 房地产投资金额巨大 而且不容易变现 民众需要谨慎考量 另外 投资房产的关键在于是否选对地段 受通胀影响 美国民众买房将付出更高的房贷利率 还可能承担未来房价下跌的风险 男家资深会计师叶俊林提醒 买房关键要选对地段 避免乱投资 房地产这个市场是一个蛮奇特的 永远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如果以未来的发展房市的前景来看 我觉得有些地方永远还有它抗跌性 但是我觉得不要轻易的随便去乱投资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利率升高 会让大家投资的成本增加 也就是说我们的回报率会降低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审慎为之 他指出疫情影响在家工作成为新形态 进一步形成新的聚落 因此房产投资地段也可能会有变化 有些人可能会搬离到比较合适居住的地方 会造成新的聚落 很多北加州会搬到南加州 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 那南加州也从原来很多移民的区域 居然到了所谓的城县 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开发的社区 这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社会现象 也许我们要抓住这个社会的脉动 就是说你在投资的行为 也要去看这些地区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地方 因为这个聚落已经在疫情的时候 已经在改变了 叶俊宁提醒房地产投资金额巨大 且不容易变现 在经济变化大的环境下 消费者需要谨慎考量 新唐人记者玉京徐展成 洛杉矶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早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